起来吧 皇后娘娘 微臣继续彻查 曾见扎琪出入过一次卫府 而且跟令妃娘娘的弟弟 左路 喝酒赌钱 令妃的兄弟 不过微臣只见过一次 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什么 请皇后娘娘放心 微臣一定彻查到底 弄清楚扎琪和左路之间的关系 不用了 你已经为本宫查得够多了 你还要在皇人身边当差 这件事本宫安排别人去查 多谢皇后娘娘 那微臣先行告退 娘娘 林大人如此精干 为何不让他查了 李云彻却是妥当之人 只是这事涉及到魏燕婉 和他的兄弟 李云彻又是和他们一块长大的 就不要为难他了吧 奴婢明白了 还是娘娘信心 去把李玉和江雨宴找来 快跟我来 皇上皇后万安 各位主人 皇上 贵婿 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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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快快行礼 这是宫中并非民间 万万错不得礼数 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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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妾身为阳事 拜见皇上皇后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夫人 夫人见面 便这般亲热 真是难得 这二位是 这是尹妃娘娘 这位是纯贵妃娘娘 妾身为阳事 见过二位娘娘 听闻魏夫人 也在京城置办了宅子 和柯里叶特氏 同住在陈东 想必也是经常有来往吧 妾身与于非娘娘家中 并无来往 这个东西 夫人可曾见过 这是什么娃娃 做得这般丑 妾身没见过 这般难看的娃娃 有人却觉得 送给本宫是最合适不过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不偶尚的深辰八子 务须年二月初十日 有时三刻 夫人可知道是什么日子 这种东西 妾身都没有见过 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日子呢 你不知道 朕就告诉你是什么日子 是皇后的生辰八字 这不偶杜夫龙起 扎满银针 是在皇后有遇事 使得巫蛊之数 此巫术 一可害人 二可伤子 三求断阻绝孙之效 害人伤子已是罪大恶极 断此绝孙 也是要断皇上的子孙 疾心之毒 闻所未闻啊 这皇后娘娘的生辰八字 妾身怎么能知道呢 妾身不知 妾身真的不知 这不偶一共有四个 分别被埋在卫府的东南西北四个角 这些不偶呢 就是皇上派人 在你的府中搜到的 卫府 没有没有 这种东西都是贴身藏的 怎么可能埋在府 是吗 本宫不知如何得罪的夫人 竟被如此诅咒 至此未见天日 又有何辜 为夫人是要害了皇上的子孙 才欢喜吗 夫人莫说 不知皇后娘娘生辰 今遂皇后千秋节 夫人托令妃 送的贺礼还在库房中呢 难不成 这贺礼是假 蓄意诅咒才是真啊 妾身冤枉 皇上明鉴 扎妻曾经去到你府中 和你密谋陷害于妃之事 她曾经眼看见 你制作布偶 扎上银针施法 埋于府中四角 诅咒皇后与皇子 难道她还能冤枉你不成 这天杀的扎妻 这个混账 在我府上混吃混喝也就罢了 她还满嘴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扎针作布 埋在我府中四角了 给我天大的胆我也不敢呢 皇上 这扎妻啊 是羡慕我府中有宠 她为她姑母于妃不平 所以她陷害妾身 魏夫人 先前您还说和克里叶特氏 并无来往 扎妻又如何去您府上 混吃混喝了 皇后娘娘方才只问你 是否与克里叶特氏 府上有所往来 你想都没想便说 你与于妃府上并无往来 可见你所时所知的克里叶特氏 没有于妃母家而已 你这前言不搭后语 还敢抵赖说你不失扎妻 皇上 这扎妻已经死了 可她的话都是陷害妾身的 什么乌骨 什么陷害芸妃娘娘 妾身不知道 扎妻替她姑母杀人灭口 串通接生姥姥田氏 杀害十三二个 扎妻都已经招任了 与你商议过此事 春贵妃娘娘 那扎妻就是持久赌钱的混混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这叛乌皇亲那可是大罪 皇上 妾身向神明取咒 我从来没害过皇后娘娘 于妃娘娘和十三阿哥 皇上 乌骨之事出于魏宅 何人可以冤屈 扎妻出入魏府 也是有人亲眼所见 令泽在魏府搜出来的金银珠宝 大多出自宫中 可见令妃虽身在宫中 却与家中往来密切 跑不齐 她也参与了此事 皇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 魏夫人与皇后娘娘 于妃并无冤仇 还不都是为了令妃 若说此事 令妃能撇清关系 臣妾也不相信 皇上 这和魏府搜出来的是一样的 扎了这么多针 这得多恨皇后娘娘啊 魏阳氏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 魏府你四个不是切身破的 魏夫人 这不是切身破的皇上 魏夫人 小 甚至是 gal 魏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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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 魏夫人 撒网捕鱼 总比任人鱼肉要好得多 我听夜心学舌 似乎是为了巫蛊之事 用寿宫巫蛊是真 但终究 也不过是个影子 他们算计了这么多 来对付本宫和你 行死至深沉 想来也让人沉默 只是 枉死了姐姐的一个阿哥 才陪见了他额娘一条命 真的是太不上算了 方才听令妃 和他额娘说话的情形 总觉得 这事不是他额娘一人所为 令妃绝对不是无辜的 这令妃真是心狠 她真心舍得他额娘的命 这事必得再查下去 否则对不起庸静